好 這樣的判決要帶領雷克人的發生在兩年前新北市的虐童命案 四歲女孩遭到媽媽同居男友毆打淋虐 像是膝蓋的骨頭就直接刺穿了皮膚外露 臀部甚至還出現了皮革化慘況 而這虐童的兇手呢 一審被判死刑上訴到二審 想不嫌犯說自己天真 他以為女童骨折去國術館治療就好 請求法官侵判 結果還真的如願了 高院法官認為放任女童傷重不治 並非直接殺人 情節沒那麼嚴重 改判無期徒刑 莊姓 律師說你很天真 你有話要說嗎 讓小女孩活活痛死 卻說天真 水泥宮莊嘉義一審死刑 但二審改判無期徒刑 仍然是情節方面沒有那麼嚴重 四歲女童被鐵棍毆打 膝蓋骨刺穿皮膚死不瞑目 莊嘉義見死不救 以為帶到國術館推拿就會好 高院法官說這叫不做違反 和直接殺死不一樣 還引用聯合國兩公約 認定就不是最嚴厲之罪 二審辯論終結時 女童爺爺的心願落空 不只莊嘉義免死 她的媽媽也輕判 何怡婷認為 母子並非共同殺人 改用遺棄兒童致死罪 判刑九年 面對這個心碎再心碎的結果 想討公道 只能請求檢察官再上訴 記者劉松林愚若維 台北報導 要畢業了 以後想要做什麼 可能去當受益 那你呢 那你以後要當什麼 我嗎 不知道 你睡覺又睜開眼 我媽媽媽 真的陪你說再見 我空白的社會了 我死就是你了 謝你了 謝你了 新北就是愛老師 人美 新美 未來美 謝你了